你如果没有清单的话 那你势必你要自己手动 去把这个资料夹里面所有的清单都产生 那也就是这一题的重点 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自动产生 那不是叫你手动产生 感觉好像程式只有写一半 是自动的 其他还是要手动 所以呢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产生这个清单 的方法 当然以前的做法是这样吧 其实 就是 在还没有讲Python之前 其实以前我们都会用DOS 其实DOS里面有个很简单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快速输出 某个目录里面的所有的 党名跟副党名的清单 然后把它输出成一个档案 这招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因为以前在整理档案的时候很喜欢用这一招 因为很简单 只是说你可能要敲一点点程式 那不难 怎么做 这个地方他自动会帮我输出 一个目录里面的清单 所以这个做法 可是你要稍微 如果你以前有用过DOS的话 就应该OK的 如果你没用过没关系 但我把重点讲一下 如何产生这个清单 所以这个清单如果产生应该就好解决了 首先第1个的话 我们就开启那个 我们刚刚的这个 下载的地方 全的优移地址 那我先把这些先删掉了 因为这是不相当的 O跟这个DIR这个 因为我刚刚有做过 所以呢 留下这里面总共25个档案 如果我今天需要有一个 TST档 里面就帮我放什么 放这个里面的所有的档名跟副档名 就OK 那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1 请你先到这个目录的上方 点一下上面 跟那个你要复制路径的动作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不是复制 请你打一个CMD CMD的话就CMN CMN就是到那个 以前那个DOS 就是命令提示资源 里面 去做一点事 CMD Enter 那这个好处是说他会跳出这个DOS 并且 帮你把你现在的路径 顺便带过来 也就是他会帮你把什么 帮你把你现在的路径直接带过来 不然以前如果你们有学过DOS的 应该知道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自动带过来 你变成你要什么 先什么 CD 空一格 CMN 就先贴到C识别 然后在CD Users 在CD Type CDCD 一直CD 天哪你CD一堆 如果用这一招直接就进来了 OK 这样的好处 我觉得是如果你以前有用过DOS 我这样应该 直接 CMD就OK的 接下来 你只要打个DIR 因为它里面 有一个 一个指令就是DIR 你Enter的话 它就帮你把 这个 目录里面的所有档案都出来 但是问题 我们现在不是要这么详细的 我只要DIR 斜线 打个问号 问号就是斜线问号 就是说 DIR里面有没有什么参数可以加 他跟你讲说 如果你加斜线 斜线 B的话 有没有 是单纯格式 就是不需要什么那些标题啦 资讯摘要等等的 你就是纯粹就是党名跟副党名给你就好了 所以你就打 打一个什么 DIR 这边的话 如果你要 就打一个DIR 然后斜线B就可以了 打一个DIR 空一格 斜线B 斜线B就是它的参数 就是你只需要 单纯的东西 就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 它出来的东西就在这里 这个时候当然 你如果会复制 你一样可以用复制的方法 因为在这边好像有那个 编辑里面有复制 可是问题你还是办手 虽然已经比较快一点了 有没有 可是你还是要复制它要贴嘛 还要再把它放在list的清单里面 所以这个不是最快 最快方法是什么 你就是直接 记得打一个DIR 空一格斜线B 输出的话有没有 你就是输出 特别是要 你打一个 箭头啦 这个其实是打个大鱼 大鱼它在这边实际上就帮你输出 空一格 然后呢 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根木木底下 打一个DI 档名就DI 点TSD就负档名 他就帮你 把刚刚上面的清单 帮你输出到一个档 档案名称叫DIR.TSD 所以Enter一下 这个时候他就帮你输出了 你可以看到 在你的根木木里面 就有这个档案 如果这个档案的话 我们是不是说 可以把这个档案里面 全部都读到哪里 读到个串列 所以 假设 我们有清单的 我们可以避开第一个 因为第一个不是我要的 然后我要把这个每一个都读到清单 应该会做吧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如果假设 我已经有个DIR.TSD了 那我要避开第一个 所以再来的话怎么做呢 再来我就切到刚刚这边 那我刚刚这个地方的话 我上面这些可以先删掉 留下刚刚这个 我刚刚的List 是 我先把它Key上去 你说这怎么做的 其实我刚刚是 把那个做完之后 先贴到哪里 贴到Word里面去取代 把换行取代成后面 然后前面后再加上那个中国阿武贴过去的 OK 不然要想办法 不然有时候程式如果没有那东西 你要把它变出来 你就要想办法 那么快点 好 那如果我今天这个List 不是 由 自己Key的 而是用读取的话 你这F等于什么 Open 这Open很重 很好用 然后那个档名就这样 DIR 有没有 .TSD 然后后面的话 Dot. 加一个R模式 因为是Windows的 所以它就 不会 不需要 再用那个encoding 那后面这个就不用了 这什么 这个等于什么 F 点什么 Read 什么呢 Read light Read light 因为它是 一直换好 所以 很多个 所以Read light 有没有 OK OK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在底下先不要 我们先弄到这里 开档 好 那这样的话 它会帮我读到什么东西呢 把它print出来 print什么呢 List1 是不是可以读进来 如果可以读进来 那表示是OK的 所以把这个地方 档名跟付档名 是不是可以清单 帮我读进来呢 这个时候的话呢 诶 它找不到 dr.tst 我刚刚是有打 dr.tst 对呀 OK 对 路径在这里 所以路径 把它refresh一下 路径的话 可能就不能用相对 对 因为我现在 对 还是要给路径 因为它不是 它不是放在我们 那个城市的这个 一样的目录 所以一定还是要加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就是你给它一个绝对路径 然后再加一个斜线 因为呢 我是一串的 所以加一个小R 否则的话你要 这个反斜线要 多 多两个 OK 好 那这个地方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呢 就全部读进来 但是第1个我不要 因为DIR这个东西 我除了第1个以外 要其他的 你会发现 这个都有了 多一个这个 所以把它strip掉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说我已经有个list1了 那我后面的程式 其实呢 就可以直接 不需要像刚刚 所以刚刚那个list1 有没有 我是直接先删掉了 只是说我要避开第1个 那我就把这个0改成1 不就好了 然后后面的话呢 把读进来的东西有没有 它里面会有这个 反斜线跟 所以你必须把这个读进来的东西的每一个 后面加一个词 去掉什么 去掉那个 换行的部分 所以什么 点什么 strip 小瓜糊有没有 然后把那个 反斜线N拿掉 这样子的话就OK的 所以 如果做完这样子 基本上就可以合并成功了 其他 基本上就这个路径 Open 那特别注意 这个程式里面 如果你是一个完整的连结 一个路径 你没有串接任何东西的话 你只要加个小R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说像我们这边后面 本来是 一个完整路径 但是后面我有串接 那你特别注意 最后这个反斜线要变两个 这个是一个规则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没有 变两个的话 那这会出错 也就只有 当你串接的时候 你要记得这些 这边 最后那一个要变两个 其他就OK 不然的话 如果你不加这个小R的话 变成你全部都要变两个双0 两个反斜线 OK 好那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目前我没有那个 All.tst 所以我就 把它读进来 有没有 它就读一三重 中立 一直读到凤3 然后read它之后的话 最后呢 帮我写到哪里呢 写到All.tst 然后用A模式 帮我一直 放到下面 放到下面 那 放的话就是读进来的东西 read到c 然后用write就把 读到的所有东西写出去 但是记得最后呢 我有加一个换行 因为如果没有加这个换行的话 我现在不加好了 把它全部执行 那合并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 在根目里面呢 会多一个All.tst 三重没错吧 往下找 那你会发现中立就出来了 中立的话呢 你会发现 这边会 放到它的后面 为什么呢 因为档案最下方 它少按一个Enter 最后那一行 因为最后那一行 是End of Fire 就没有 它不会 没事不会多按一个Enter 所以会造成少一个Enter 那怎么办 没关系 那你这边当然 你可以手动把它按一个Enter 如果你每个都要按 那当然会太花 所以这边的话记得 你只要什么 在这个地方 串接一个什么呢 当它输出的时候呢 再加一个反协针 帮它换行 这样合并出去呢 就OK了 所以这边的话 我把这个删掉一下 不然它会一直Append它 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合并成功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中立部分呢 就 会放到下面了 主要是这个换行 多一个 另外还有注意一点 就是说呢 如果我现在再执行的话呢 它理论上又合并了 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 它会有个问题 加117 如果再按一个执行 它会怎么样呢 256 怎么会要来增加 因为你现在是A模式 那所谓的A模式就不管怎么样 它就是会一直 放到下方去 所以呢 理论上 这边应该比较 比较精确的应该是你当你执行的时候应该把那个档先删除 重新再建一个新的 才比较标准 所以 理论上后面应该要写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 如果当你这个目录里面 假如有这个All.TST的话 就把它删除掉 那该怎么办 也就做一些档案 那到底下我会讲 你可以用 OS.REMOVE的一个方法 就可以 把你这个做出来OK 不过 当话说回来第1阶段 我们已经用这3行就解决了 可是 其实跟各位讲 大家 基本上已经够自动了 可是还是很麻烦 因为你还是要自己在这上面打个CMD 然后呢产生一个 DIR点击 感觉上还是半自动 那如果说你要全自动的话 待会讲你要用OS 的一个模组 里面有个方法叫点Walk Walk的意思就是 帮你把它全部检查过一遍 然后告诉你里面有多少个档案清单 是比较标准的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方法 好处就是说啦 它比较简便 至少就是说 你如果不想说做那么复杂的话 你这一招其实还蛮管用 因为我有的时候要整理说我的 就是 某些资料夹里面到底有 也会录一些影片吗 影片 每次上课就一堆 那我如果要整理那个清单的话 我总不可能说我自己 用手动的方式在那边 所以用这一招就马上清单就输出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 用OS OS这个模组 那顾名是OS就是 Operation System 意思就是说 我在作业系统底下要操作档案的话 都可以透过它 比如说包含什么 你要 增加档案 建立目录 删除目录 删除档案 等等的 或者是说像巡览 整个 资料夹的所有清单 都可以透过OS OK 所以待会我们再来介绍OS 到底要怎么操作